如果采用悠游户来领这个5000元的振兴券 就是消费5000给5000 北市针对五配券抛加码优惠专攻绑定悠游户 推出最高5000块优惠 不过有没有这么超值 依照北市府规划 只要五配券绑定悠游户 前一万名可以拿大礼包 各大通路都能用 网络购物满一万现金回馈1000元 百货消费5000回馈500 药局美妆1000送200 最常去的超商消费200元送100元 号称最高回馈5000块 但却被发现想额外领到这5000 你得先花三万七 我觉得很不合理 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就不好过了 你要花三万七然后才去拿5000块 我觉得很夸张 当初也不讲清楚 正常来说消费者不会发现这个地方 消费者感觉有被骗的这种感觉 没有猫腻 用悠游妇绑定行更运的五倍券 我们就送现金回馈券的大礼包 只要消费就会现金回馈 一方面鼓励振兴 各线市要拼振兴 吸引民众到自家消费 台南再度大手笔送房 然后过去再招一下 台南购物节登陆发票 最大奖有轻豪宅 台中有抽千万豪宅 加码送百万现金 高雄则是祭出电动车抽奖 为了自己消费 各线市看准了五倍券 将带动的消费热潮 纷纷大方加码 三选爬枪 玉魂台北报道 úsica